作为驾驶员的李辉 右转弯时疏于观察路况 而张权不满十二周岁 驾驶自行车逆向行驶 并且疏于观察路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认定与事故发生均有因果关系 其中张权负主要责任 李辉负次要责任 这对许女士来讲 这是一个灭顶之灾 在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 所设的共享单车 并没有明确注明 禁止十二周岁以下儿童行驶 这样的一个警示标语 所以说许女士认为 共享单车的运营公司 应该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许女士和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协商 因为要求承担的金额过大 没有能为就此达成一致 所以说呢 以此 涉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说吧 感谢观看